香港經濟差 網民出奇招 陳茂波說 終於有企業來講投資啦 保馬夜出禍 港大校長周新毅 建制派收溫提 台美成禁地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5日 星期四 我是榮恩 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別命謝Anna和Jacky的Super Thanks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 多點留言和按下個Super 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近日 副衛集團主席、前財經事務 及副務局局長馬士亨接受專訪時表示 截至8月底為止 本港財政儲備降至不足7000億元 只夠維持12個月開支 希望政府大刀闊斧地推出新政策 對此一眾網民也紛紛發表建議 包括可以火速振興經濟的絕殺大招 保證你會拍手清旗 政府上個月公布本財政年度首5個月 錄達赤字1362億港元 財政儲備在2023年8月31日 僅剩低6986億港元 按照今年政府公布的財政優算案 2023年度政府的總開支為7610億 目前預下的6986億 不足以維持政府12個月的開支 馬士康表示目前本港面對各行稅收減少 賣地成績亦不理想 股票市場成交額下跌 預計明年將面臨公共財政壓力 他呼籲政府因時制宜 大刀闊斧地推出新政策 對此不少網民都認為 傻氣啦 現在香港被大陸累死 沒辦法啦 不如將餘下的財政儲備派給市民 大家開開心心 也有網民提出一些大刀闊斧的建議 總結餘下 一、效仿祖國削減公務員薪酬 據報導 大陸江蘇、天津、廣東等多個經濟大省 因財政枯竭 公務員被欠薪、減薪 一位湖南籍官員表示 政府體制內降薪是全國範圍的事 只是各地幅度不一樣 因此香港公務員也應跟隨大陸同僚減薪 公務員事務局數據顯示 2023、2024年度 公務員薪酬及有關的開支總額 為1,491億港元 佔政府經營開支的21.61% 只要全體公務員減薪三成 每年就可以為政府折省約450億港元 希望政府認真考慮這一建議 2、中國同胞捐錢給香港 過去20多年 中港兩地政府經常強調血濃於水 香港背靠祖國 如今香港財困12個月後 若無資金打救就要面臨破產 希望14億廣大中國同胞積極發揮血濃於水的精神 每人捐一千港元善款 合共就是1.4萬億 香港政府就不用死得這麼快 3、宣布香港獨立 有網民表示要救香港經濟很簡單 宣布香港獨立 和中國大陸完全切割 重返西方自由社會 到時西方人才和資金回流 香港再度強大 不過有網民就表示對政府有信心 只要繼續賣魚蛋、燒賣 經濟自然會增長 也有網民說 不要聽馬時坑胡言亂語 有國安法加持 錢會自動增長 如果真的不行 到時中央再出絕殺大招 立一部《香港繁榮法》 到時什麼都搞定了 全世界誰阻止香港繁榮 煞無射 豪外豪外 終於有企業說 來講投資了 10月4日 財政司長陳茂波 在出席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年度輪探時指 港府在去年12月 成立印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目前已經吸引大約30家企業 合共的初始投資額約300億元 可以創造約1萬個就業機會 其中大部分最終會落腳在北部都回區 嘩300億元 聽來好像很厲害 不過財政司司長未有進一步提到 這30家企業到底是中資還是外資企業 不說我烏鴉口 我猜這30家企業 99%都是中資 如果是外資 財政司司長還不打羅打鼓 大肆宣傳嗎 香港現在這樣的形勢 外資走都走不及了 誰還敢來啊 當然 北韓啊 伊朗啊 緬甸啊 新巴威啊 等等這些中國朋友 假假地都算是外資的 現在敢來香港的恐怕只有中資了 蛤 你猜會不會是行大、碧桂園、佳兆業之類呢 另外 陳茂波說的合共的初始投資額約300億元 300億元是引進資金 還是向阿爺上繳的300億先 中央的拿手好戲之一就是掠水 還有就算真的是這些企業投資進來 他們的初始投資額會不會和歡樂滿東華的善款數字一樣 節目說就捐成幾千萬 結果大部分不是走數 就是那些善長奈皮不捐 最後幾千萬才收回幾百萬 自己哄自己開心 阿司長還要說明 其中大部分最終會落腳在北部都會區 唉北部都會區 都不知道多少年之後的事了 吹了成年的流鼓都沒有起色 所以大家都是聽著先啦 由大陸空降過來的港大校長張祥 被指控三行管理失當 張祥前晚留夜發聲明全盤否認 並稱指控是嚴重誹謗 事件印化網民熱意 指控一 港大校長寵行寶馬I7 港大校長醜聞風波最早出現於上月12日 香港01踢爆 港大正準備更換HKU1校長座駕 最後校長室挑選了142萬元的BenzEQS450加 以及205萬元寶馬I7XDrive60 結果身價更高的寶馬被重行 文件顯示財務及企業管理處多次追問校長 為何只選擇兩款車試駕? 為何選擇較貴的寶馬? 為何豁免招標? 對此港大的解釋是 因寶馬只有一個代理商因此豁免招標 那都行?全世界得寶馬這間車廠嗎? 就算是 為何選寶馬不選Benz? 子控宜 遭美國制裁的深圳上市公司納斯達 透過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捐款1000萬人民幣 給港大作內地學生獎學金 當港大接受款項後 校長辦公室要求將捐款 撥給港大戰略發展基金的帳戶 對此港大的解釋是 例自一家內地企業由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接收 經中銀轉帳至香港大學 符合兩地法規 從未被轉移到港大戰略發展基金 至於事實是否這樣 就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子控三 港大在豁免招標下 以33萬美元聘請美國列頭公司 Isaxton Miller 招聘副校長以及醫學院院長 對此港大的解釋是 兩個職位都非常重要 拼請列頭公司按大學採購程序進行 並經招標委員會審核批准 張祥還在深夜透過大學發表聲明稱 優造要者一再將校內機密通訊和內部資料外洩 斷章取疑促以扭曲事實構成嚴重誹謗 所以決定委託律師索取專業法律意見感華 借問一句是否一句校內機密和內部資料就可以做到零透明零公開 其實其他的不說 只是坐駕不是國產車已經夠犯辱話之罪 難怪有網民說空降做校長真心為港大學生服務嗎? 你猜真是可以出於大陸而不宴嗎? 因入內地人才終於見真章了 其實張校長又用什麼這麼怒氣啊? 還要半夜發聲明這麼緊張 學一下啊何文堯主席說句 希望大家不要再糾纏了,就行了 台灣總統大選臨近 往年香港都有政界人士組團去台灣觀察選舉 日前有港區人大代表透露 收到溫馨提示密付台灣官選 此外,除了近年港台兩地政府的關係急劇惡化 在香港慶祝雙十節也成為禁忌 10月10日前夕,警方警告 《國安法》列明分裂國家罪包括宣揚台獨 台灣大選將於明年一月舉行 過往香港政界人士軍有組團前往台灣觀選 有港區人大代表向星島日報稱 近日收到提示密前往台灣 另有港區人大代表兼立法會議員的政界人士稱 未收到常述指示 但同僚之間有討論 盡量避免前往美國或台灣等地 除非有特別原因予出席子女畢業禮 反而因排放核污水而被受批評的日本不在此裂 另一支深建制人士直言 以往曾有到台灣官選 但近年台灣獨立的呼聲日趨高漲 擔心萬一親身到台灣官選 旁邊有人高呼台獨口號 場面會非常尷尬 更重要的是 國安法前香港社會希望向台灣取經 以實現循序漸進地落實雙普選 但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 香港的選舉已跟隨大陸模式 再去台灣取經已不合時宜 回歸初期 港台關係相對友好 2019年反送中爆發後 香港和台灣政府的關係開始決裂 2021年5月18日 港府突然宣布 香港政府駐台灣的官方機構 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即日起暫停運作 時至今日 香港駐台灣經貿辦已停為兩年多 另一邊廂 台灣派駐在香港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人員 被要求簽一宗承諾書 由於台方工作人員拒簽 2021年6月20日 全數辦事處人員撤回台灣 僅留一名本港僱員 講台關係惡化的另一表現是 市民被禁止慶祝雙十節 今年雙十節前夕 政府發現人警告稱 國安法的分裂國家罪包括台獨 換言之 任何宣揚台灣為獨立國家的活動 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的行為 有台灣背景的前元朗區議會副主席 馬劫成 往年都有慶祝雙十節 日前他表示 已回台灣退休 沒有特別了解香港的情況 但相信以目前的香港政治環境 今後都無法再舉辦雙十活動 好,今天的香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 好,明天見 很久,明天見 有空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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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